好,又回到這個C,C++ 這次真的可以學C++ 因為C++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訓練 去了解到memory 或者低級的運作 C++當然好用 但牽涉了很多高級的概念 一開始初學的時候 如果混合起來 我覺得可能 同時間應付太多 假設大家有跟開 之前的影片的話 C我當作沒問題 但實際上當然 要多些練習才知道 是否真的可以 懂得運用 這樣才學C++會好些 如果你連續聽 可能未必知道 怎樣用得好 基本上是兩個部分 C++++ 一個部分就是 改良了C的缺點 所以加了一些新的東西 另一方面 就是一些 新的思維模式 導致 program的結構不同了 這就是牽涉 長遠一點的問題 或者 不是說三言兩語 或者不是說 可以很簡單的去 去界定是怎樣用得對 但如果說說 基本的 features 和新加了的 syntax 其實就容易些 所以我就會用這個方法去 先說 有些基本的東西 那 那我講講reference reference 其實這個也不錯 那它都是講的很 basic 不是說代表著所有私家的功能 但是這個也是一個 很好的 starting point 那 另外我們又試試開始 那 第一樣要做的事情 其實這裡開了一個新 project 第一件事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們之前呢 那個 source code 的 file 就會用這個 .c 是不是 那 c++ 我們就要用這個 新的名字了 因為新的名字 是用兩個名字 那這個 compiler 才知道 這個是 c++ 而不是 c 那 那當然啦 你看到我這個 這個也是 Visual Studio 的 default 會有的 那 但其實不同 compiler 它們用的那個 file 是不同的 那 那 那 但是大致上 .cpp 或者 .cc 呢 都全部都 support 那 那曾經學時 也有很多不同的 例如 .cxx 那 還有什麼 還有 .大街 C 都有的 那 那這些現在都比較冷門的 沒有什麼用的了 多數都是 cc 或者 cpp 那 所以 只需要把你的 file 名字 改了 用這個 extension 呢 其實你就可以開始用 c++ 那 那這些不難啦 那我們來 開始說吧 看看什麼 功能 啊 好 第一樣 我很想說的 其實呢 c到 c++ 都是很多 怎麼說 改良的東西 所以其實 都是很多 雜不甩的分子 雜不甩的東西 是不是 不像 不像之前說的 一個流程的說 因為這個可能 會雜不甩 那我可以做些示範 那 從而 就可以希望明白到 還有 那些 topic 會有機會 跳來跳去 有時候講這個 有時候講這個 因為 都是雜不甩的東西 那 那 那 所以為什麼我才說 如果你有些program 抵抵 就是學死了些 才去 學就好些 要不然你 常常跳來跳去 沒有一個很連續的 這樣學呢 就是順著一個 一個一個 topic 這樣會難些 那 我們看看這個 我們有個 function 是吧 5c的program 一樣的 那 那 第一樣我想說 就叫做 default parameter 什麼 default呢 就是 現在我給他三個 parameter OK 那這裏入三個 那他就應該是print出來 就print 這三個 是不是 這個 不用retend value 這樣 沒什麼特別 1 2 3 嗯 default parameter 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這裏 在這裏 看不記得 c這裏 等於10 那這間呢 如果我compile的話 其實都沒有分別的 但是呢 我可以選擇 不給第三個parameter 那我不給的時候 他就會假設這個是10 所以叫做default parameter 就是你不給 我就用default 是吧 那用的時候 那就可以做到 另一個功能 可以這樣 那這個default parameter 其實就 有一點點規矩啦 簡單來說 你不可以 在 怎樣 在頭那裏 他一定是 最尾那個 才可以 好啦 那除了最尾那個可以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 最尾二那個也可以 如此類推 總之一定由 後面看下去 這個default 一定要順著 這樣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其實就 當然有原因啦 是不是 如果你就這樣 給兩個數 這樣 或者給一個數 這樣 我不知道你 我不知道 default想給誰 的嘛 所以他就是 會數 第一個對第一個 第二個 他要第二個 如果沒有的時候 我用default 就是由 這樣開始去算 所以 你想想起來 就很合理 那 就是這樣 兩個default 的 你又不 同樣地 意思就是這樣 你不可以尾那個沒有 那一定是 順序 這樣去數 那這個default parameter 其實很簡單 那 怎麼用呢 那 應該 現在想到例子 不過應該 有機會 有機會 繼續做的時候 可以示範的 但應該很容易理解 好 第二件 就叫做 function overload 這樣說 其實這個斜斜 將來加加升 又開始有 不過現在的 沒有所謂 所以C都可以 如果你回到 30年前 這個斜斜 是沒有的 是不是都要用斜升 這個 這個 這個題外話 也不是題外的 這個 function overload 好了 那 那 什麼來的呢 如果你記得 之前我們 計算的時候 呢 我們會計算 cos 是吧 cos 那 這個呢 就是 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 這個 呢 那 這個 如果你看到 document 的話 呢 這個 cos 就是 這個 C99 C99 多了個flow 以及多了個long double 這個 那 我們有另一個 另一個 version flow 的 那 f flow sorry flow 那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用這個 叫做 f 的 OK 因為這個是Fulling Point 是吧 那 你見到了 這個f 那 其實 類似這種情況 不一定是cos 或者si 不知道怎麼計算 類似這種情況 其實 這兩個 cos 功能都是做cos 唯一的分別就是 它可以用不同的type 去用 那 所以 它就改良了這個 就是說 我有個cos 的功能 那 這個是這樣的 什麼樣子 不知道怎麼計算 Return 這個數 OK 那 如果我同時又寫另一個 是不同type 的 Input 那 它就會知道 誰打誰 簡單來說 這個就是 cos 就是double 的version 這個 就是 這個 cos 這個 maccos 那 這個是flow的version 那 到你call它的時候 呢 比如這個 叫maccos 啦 當你call它的時候 你就不需要 這樣 你這樣 兩個function 是同一個名字的 但是它們的餡料 是不一樣的 就是它們做的事實際上 是不一樣的 那 當你call這個function 它會知道 哦 A是一個double 來的 所以我就用double 這個款式的這個 function OK 那 現在這個呢 f是flow來的 那我就會懂得 callflow的 function 那 這種東西就叫做 function overloading 就是 你用同一個 功能名字 但是它們做的東西 是不一樣的 而取決於是什麼呢 取決於就是 就是這個parameter 那 所以 你看到它這裡 c++98 這裡 如果 鍵過來 你會發現 咦 沒有了 f的版本 OK 那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 你要include的時候 有些不同的 就是要include左手邊 這個款 就是用cmath這個款 就不可以用map多一點 所以這個你改了 cmap 你發覺它沒有多一點 那它們就流行 那 就是這樣 那你就可以有 之前那些其他功能 全部都有回 double 甚至乎 long double 的version 那其實用起來很方便 因為你不需要知道它是 就是這樣說 你可以不用想那麼多 我說flow 要加回f 那如果是long double 又如何 indege又如何 那你可以直接 就有兩個款 那這個其中一個方式 就是你 本身的type 不同 另外一種模式 就是 它們雖然都是 它們雖然同一個名 同一個type 在第一個 但是它有另外一個parameter 那 這個就是說它這個是兩個parameter 的款的話 它就會知道 如果我call my cosine 45 和1 這樣 那這個呢 就會call 去 這個 double 和integer 的version 就是這個 比如這個 這個 叫 function number 1 function number 2 function number 3 那 所以這個呢 就可以call 去 number 2 的version OK 因為這個兩個parameter 嘛 這個就是兩個parameter 所以其實它是照計的 就是說 你兩個parameter 我就嘗試找兩個parameter 的對 你一個parameter 我就嘗試找一個 一個 那一個都還有分不同的 那看看用哪一個type 那這種 就叫做 functional follow 那也都令到你寫的時候 可以不需要 怎樣 可以簡化一點 是嗎 實際上 實際上 它compile出來 它都是幫你自己加一個 名字 譬如說 叫 double integer 可能會這樣 有個不知怎樣 很奇怪的名字 它可能會加好一個名字 那個symbol 你是打不到 但是 它真的compile 到那個.lib 那裏 那裏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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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的 功能 每一個有自己的名字 不過它幫你 generate 那個名字 是 based on 後面的parameter 從而可以分辨到 那這個 就是functional follow 是不是 那 那 那繼續 咯 講多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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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或者說這個 先 好了 除了這種 功能 overload 之外 其實還可以 overload 多些 例如 我有一個 structure 叫做 point 這個 也可以說 之前 structure 你就一定要打 structure point 我之前也提過 你用它的時候 一定要這樣 p 你用它的時候一定要這樣打 所以有見及此 那些人就 不給它名字了 不如 不如用tide define 不如用tide define 這樣 是不是 如果不知道我說什麼 就是要看之前的 那個structure 那個video tide define 那個video 那你就可以這樣用 那些人希望就是這樣用的 因為用來比較方便 例如有一個功能 叫做 叫做 add 那我有兩個point point point 和point b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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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return 那個point 那 就return 那我們做個point o x 等於 a的x加 b x ok 嗯 就是分別兩個都要加 然後return o 這樣 啊 那 所以 大家希望想用這個功能 你也不想想用這個功能 比較長 所以有見及此 它改良了 就是 你可以 不用用tide define 這麼沉 你不如就這樣 ok 這樣就正正常上 是吧 一樣的事情 那 那這個就是structure 那我想說的是什麼呢 就是繼續這個function overloading的topic 那 那這就是add 那我可能有個point a 和b 那 那我一開始的時候 設定了point 的 a 等於一個數 b 又等於一個數 ok 那這個呢 就 可以說 加上a 這個要加上帝子 這個要 和b 那 啊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我把它編出來 嗯 p的x 和p的y 我們看一下 分出來 應該沒有筆吧 我發覺一直說 我經常都會有筆 好了 那現在是4和6 那剛剛呢 那你想一下 x加x y加y ok 就對了 那 那 那什麼叫 我想說overload呢 就是可以加一個 叫做operator overload overloading 那什麼叫operator overloading呢 就是 如果我們這個 是indeger c 等於a a 加b b 或者這樣 k等於 i加j b i加j b b 其實呢 i加j 你可以這麼寫的 但這個是 point 是一個 structure 所以你不能用加號 那這個operator overloading呢 其實就是想做同一個事 就是?? 我想打a加b OK 那你想一下,其實是甚麼一回事呢 其實就是說,我有一個功能叫做app 叫做加啦,功能加啦 就想做這兩樣東西咯 你可以這樣去看這件事的嘛 所以有見及此,它就 就是這樣了 如果這樣打這個加 其實它是 你是可以做一個功能叫做 operator加啦 簡單來說就是 operator加 那你見到它這個 是 變成藍色字 OK 先看看 按 先按 我們慢慢再說 因為那裏不可以用 pointer pass 我知道這樣寫的話 其實做的東西是一模一樣的 那你想一下,我就取代了之前那個 加功能咯 那同一樣東西咯 那這裏呢 慢慢再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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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用 pointer 這件事 實際上你加這個 這個不是 pointer 那你當然不可以 那實際上呢 當然都是那些 你加減成除都可以 加啦 現在我們有 減啦 減啦 成啦 除啦 percent 還有甚麼呢 還有那些 箭咀 那些 唇部都是可以 overload的 那 箭咀 也可以overload 例如 還有 甚麼呢 呃... 那先啦 那...就是這樣啦 所以你就可以用這種方式去做啦 其實想真的,其實它跟call的分數是沒有分別的 呃...同樣地啦 它有先成長後加減的次序 所以這兩個會先做 OK 那你如果operator,你overload了一個成就行了 那這種就叫做operator overload 所以這種叫operator 嗯... 嗯... 跟著 跟著想說的就是reference 那... 你也看到啦 剛才這個其實很多時候大家都想用painter 就用painter 那你用的時候呢 我先把這個還原先 按吧,add 那用的時候呢 你就需要n個a 和n個b 那原理就因為painter 是吧 那私家家呢 就新增這個叫做reference 就是我這裡呢 用個and號 在declare的時候 OK 那... 就是同樣的情況一樣 你放個and號 貼左右可以 貼右可以 兩邊的格都可以 OK 如果你這樣寫的話呢 那我這邊就不用寫個and號 好 那其實發生什麼事呢 其實這個情況 跟... 這邊and 他給的address 而這邊用painter 是一樣的 你簡單來說 就可以散略了 那... 從而呢 原本我們寫的時候 是要這樣的 嘛 即是原本我們寫的時候 如果是painter 的version 我要A戰咀 的嘛 是吧 但是如果我用reference 的話呢 就是這種 用reference的話呢 那我就不用用箭咀了 我直接用A.x就可以了 OK 那看上去就更加自然 是吧 因為這裡cost 又不用end 這裡用的時候 又不用用箭咀 或者不用用dreference的形式 因為你如果不是另一個方法 就要用dreference 就是這樣 升A再用.x 那你又不用用dreference 就是這樣 A.x很自然 那這件事就省水省力 是吧 所以這個就是這樣 但是 reference和painter這個問題 vs.painter 到底有什麼分別呢 我想這個沒有問題 是吧 就這樣 就這樣 扔下去而已 是吧 啊 好啦 有什麼分別呢 這兩樣東西就是 給個例子 比如說 比如說 我先插一下 好嗎 有個 e i 我用回integer的例子 那如果我有個painter anager pointer p i p p 這個 c 那我們就給它 調整 它 用的時候 你就可以升p等於4 或者 或者 這樣 這樣 我們其實都可以用reference 的 就這樣寫 啊 等於4 那這兩組東西呢 其實效果一樣的 OK 好了 但是這個呢 我可以這樣 p呢 我可以轉個頭 我就幫它指去 j 這個應該OK 是吧 講到這裡 都還要講painter 就是 這樣吧 就是說我可以 重新 reassign painter address 那 但是這個呢 你想一下吧 這裡呢 就有分別的 這個不打升的 就是說我想改變那個p 就是這個p 就是這個p 是一個兜 有一個container 保住 i 現在裝著多少 1 j 2 這個p 開始的時候 就等於 i 這個地址 然後呢 升p呢 升p呢 升p4 就會改這個 做4 OK 那 如果轉個頭 就是這個 4 轉個頭 我們就再 把他的地址 指去j 那 就是這個 不再指i OK 那我們當然可以 再更新的value 那 這個呢 就會變成5 是不是 應該認識吧 這些 好啦 那這個point的情況 reference 的情況 r 一開始 就指定了 i 那 都是跟p的情況一樣 就是跟point的情況一樣 那 但是用的時候呢 我又不需要升它了 我不需要de-reference 我直接等於4 就行了 就這樣 只等於14 呃 7 那 如果這個r呢 那我用7 它就會懂得 指在這裡 7 放進去 那這個 變成7 但是呢 我就變成沒有了個 句法可以 給這個 叫做什麼 重新定義過 這個address 指去那個 j 那裏 它是做不到這個 所以這個可以說 缺點 也可以說優點 是嗎 它會沾過這個 做不到 因為 它不知道你是想 改r那個 它是想 改r那個 裡面裝著的address 還是對面的數值 因為 你這個 syntax 已經變成這樣 是吧 這兩個 它會怎麼分別呢 是吧 那point就不一樣 你可以有聲沒有聲的分別 那這裡就沒有辦法 所以reference的缺點就是 就是 不可以 用用一下 轉了那個 address 指去另一個 這個就是它的缺點 那 但是這個function call 這個情況呢 就 perfect的case 因為 你不是為了轉而變成 pointer 而是為了你可以 pa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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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上 是很完美的 那你就把第二個address 進來 接著它就 噢 一開始就把address 塞到R 塞到A 這樣就可以很自然地使用 這樣就是reference 的啦 沒有太特別 嗯 看看會不會講多樣 其實都可以講得很快 嗯 講完這兩樣 對 另外 之前 如果我們有一個array imager array A 我們有五個 這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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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開始 initialize 出去了 OK 好了 那當然啦 你看到啦 這個5這個是一個hard code的數字 那 我們都講過了 那最好我 define了一個 叫做n 就是5 那 都之前講過了 你也要加回個括號 好嗎 如果你中間有 這樣吧 當你單一個數字 沒所謂 但是 好的習慣都是括一下它 按 按 按 n OK 那 這件事就是 在macro 那個 就是這個 pre-processer 那個 medio 我都講過了 就是macro點用的 危險的地方 所以有件及次 我們就想改良這件事 那 方法是什麼呢 就是 其實我們想做什麼 我們想 define一個 constant 的數 所以它有一個新的 keyword 就是cons 那 還有這裡是沒有data type的 n 是什麼data type 沒有人知道的 就是你沒有說過的 其實它只是 Cupion-based下面的字 那我們不希望 我們想有data type的 checking 那所以這裡 嗯 同開一個 variable差不多 integer n 等於5 那你只要加一個con 在前面 那你就可以做到這個 constant 就是這樣的 其他東西 全部都是一樣 所以你變成 很舒服 就可以 define constant 而且它是有type的 的 因為C加加都很著重 這個叫做type safety 是 這個也是改良的地方 因為 大家知道原來 不適合的情況 是可以令這個program 很難去保持 的 是嗎 所以 因為C屬於static type 就是它的type checking 那 就是這樣 那你不一定在頂上 你下面也可以的 甚至乎你可以改成 對 那下面也可以的 你可以直接 constant Hinger k等於100 那 那什麼type 就是釋除專變 是不是 那 什麼特別 代替了const 好了 如果是這樣 如果這樣加1 的話 那你就不用怕 像Marco 那你需要 因為它真真正正 是計好了 做6 這樣才放下去 OK 那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constant 嗯 是啊 那 那 還有一件事可以做的 就是 OK 這個jentify 其實有另一個用法 的嘛 例如 現在我們有個 integer 找個最小的數 OK 回個minimum 那 我有a和b 如果a小過b 我們就return a 咯 else 就return b OK 或者另一個寫法 就再短一點 return a小過b 問號 a無號b 那 看你喜歡哪種寫法 是不是 兩種寫法都一樣 那 那 那是我的功能 那之前都說過了 其實我可以用Marco去做的 那我用Marco去做 A 和b 那 那我可以正常地 寫這句就行了 直接 我只要寫這句就行了 OK 兩個都可以用到的 Find 1和2 或者用 Find 或者用這個 Find 1和2 兩個都可以的 有什麼錯 抱歉 這個大加A 不要緊 我們改回4加 A B 那基本上用的 那當然 當然 最好的 不要用Marco 如果可以 可以 因為Marco的缺點 就是 你Debug會很難的 因為你不可以 設定 壁 或者 有很多 中了一些 Marco的陷阱 所以 可以盡量 用功能 但是 功能有些情況下 就 會不夠Marco好的 例如 Performance 因為 剛才說過 如果你 這個 要 Core function 其實 它要 去另一個 位置 接著 還要塞 Parameter 就是 如果 一定不說 automization 所以 它會用多些動作 才可以做到 而 這個 你的功能 如果你想做的東西 是很輕的 可能 這裡 只需要兩個 Core cycle 但這裡 只是Core function 都用了16個 Core cycle 諸如此類 就是 用CPU的時間多 你就會變得很明顯 可能 這個功能 如果Core了100萬次 每次14倍 你都很精 那 這個時候 以前的人 就會用Macro 即是C 因為 這些 Performance 這麼critical 而且 功能 有這麼小 其實 用Macro 就可以用Copy & Paste 的方式 將Copy 在Paste 那 Run出來會化很多 因為你沒有了功能 那 又結合次 C++ 就加了Inline 就是這樣 如果你加這個Inline 做什麼的話 就會提到Compiler 嗯 這個功能其實 其實都很小 你可以考慮一下 弄走 功能Core 的Overhead 用Copy & Paste 的形式Copy 那它當然不是 像之前那樣 在那個 Source Code的 Level Copy & Paste 它會在 Compile了的Core 就會看到 嗯 這個功能其實都是很短的 不如 就把它的Function Coverhead 弄走 簡單來說 你真的要學一下Copy 才知道說什麼 或者Compiler Design 但是 Inline 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 它這個Inline 是一個 提議 來的 它都不一定會Inline 的 當然它盡量會Inline 而且 都Depends on 你的Compiler 設定 譬如 你選擇Debug 你選擇C 的時候 它那個 所謂的 Optimization Level Inline 是怎樣處理 這樣 或者 Optimization 的Level 是沒有的 它可能會不Inline 但如果你說 Optimization Release Optimization 是Maximum Speaker 它就Inline 的機會多很多 所以這個 就要注意 它不一定會Inline 但是通常 它都做得很好的 如果說 它真的 我真的想它 一定要Inline 那是怎樣呢 其實 Standard 是沒有的 C加加Standard 是沒有的 但是不同的Compiler 都有做這個功能 例如 在Resource Studio 你可以用 underscore underscore False False 這個 兩個 underscore 再加False 這個 就說 我是一定要Inline 麻煩 OK 那 所以 這個就是 False Inline 那 GCC 那裏 應該是 是叫什麼 我都不記得 因為通常 我都很少直接打 或者 等一下我再講解 為什麼很少直接打 就用這一句 AlwaysI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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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GCC 的句法 所以 你看到 它們有不同的 是不是 有件及次 通常 人們都會這樣做 如果 是 Define 了 MSVC 是不緊要 如果 Define 了 VC MSC 應該是 MSC 應該是 MSC 就這樣 這個 就說 這個是 Visual Studio 的Visual C++ 來的 或者 這個 Else If 或者 Else If Defined 叫什麼 GNUC 我不太肯定 大概這樣 這個就是 GCC C C-Link 就是 Mac 在Linux 如果 都不是的話 我們可以 ERROR 不知道 是 什麼 Complier 你不Complier 好了 然後 這裡就用Macro 所以其實Macro 都是 無可避免的 但是 可免 真免 這麼說 所以 為什麼 很多時候 只要學師 加加不 學師 就可能很混亂 為什麼我又有 Constant 為什麼 我又要 又要有 Macro 為什麼又要這樣 為什麼又要這樣 因為其實以前 就本身有的 但是你又不可以弄走 因為本身有的 以前 是吧 是吧 如果這樣做的話 但是呢 在VC的時候 它就會 啊 不如寫這個 認真點 蘇斯的 叫做什麼 這些叫做 Directive 不是C-Sharp P-Processor P-Processor Directive 啊 應該叫做 P-Defined 了 P-Defined 的Marco 那 應該找 可以找到 這個 MSC Version 那 你可以同時查到 它是 VC Version 那 不要緊 加上它全部 VC Version 那 這個呢 我都不太記得 都是那句 萬能的Google GCC P-Defined Marco 那 你可以看到一堆 它 P-Defined 的 讓我找到 這個 兩個Underscore 原來是 為什麼我 很少用呢 因為通常我自己 弄了一個 MyInline 我不記得 它原本怎麼寫 但是你可以查 規格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看看 這份Source Code 現在要在VC Complied 就行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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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GCC Complied 就行這個 所以Marco 這個都仍然很有用 因為 它可以在不同的Platform 或者不同的Planet 之間做選擇 所以 很多人都會用這個方式做 變成很多的Library 都有自己的Defined 做法 也有見及此 你最好就加一個P-Fix 我這裡叫My My 你也會跟人撞 因為有MySQL 所以可能用別的名字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 我想說的 叫做 什麼 Inline Function 我們說的 Inline Function 還有 Constant 就可以代替 用這個 Macro 用這個 Macro 用這個 Macro Function 的方式 以及代替了這兩個 OK 這個只是題外話 這個 我這個 按回Inline 這樣 所以你可以用 Inline 以及Constant 這兩樣東西 去代替了 不用用Macro 這樣 安全一點 你的Coding 對不對 所以 C++的進步 就是說 希望Coding 更加安全 或者更加 合理 或者打得更少 例如剛才 Swatch那個 你可以打得更少 又不用打替Defined 所以 有些細小的進步 來的 之後再說 其他 Concept 或者其他 私家家的東西 請問